内地电动车生产商小鹏汽车首日招股 妈展认够反应不算踊跃 四只新股正在本港招股 当中教授触目的是去年8月 在美国挂牌的电动车公司小鹏汽车 计划在两地双重第一上市 将会发行8500万股 半成公开发售 招股价上限180元 教美国预托证券星期四收市 日价超过一成 入场费超过18000元 集资最多153亿 股份下星期三是指营救 预计下个月7号挂牌 小鹏最少过去三年都要虚钱 今年第一季正亏损 按年扩大到7亿8千万元人民币 主要由于研发和销售开支增加 收入就增加大约6倍 今年第一季 智能电动车交付量大约13000两 按年升近5倍 公司预计今季交付量最少会达到 或者超过15500至16000两的指印范围 截至中午三间券商合共为小鹏 借出大约8亿元孖展 相当于公开发售刚好触额认构 因为它在美国那边都有上市 所以令到大家觉得 来到的升幅本身在第二个股价都可以参考 变成没有很大的憧憬 所以暂时来说 看到反应就不是特别踊跃 另外三只藏旗招股新股里面 有两只都来自医药相关行业 内地眼科医疗公司潮聚眼科 就会在下个月8号挂牌 新股活动抽紧市场流动性 本港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 其中一星期拆息回升到0.061厘水平 见近三个月高位 无线电视记者 梁宏仪报道